40多个电表一字排开,全部都是窃电集团非法改造 以黄信嫌犯为首的犯罪集团,锁定挖矿机防业者 询问是否要安装解电设备 等到对方同意就让水电工改造电表,减缓电盘转动 让每个月高达上万元的电费骤降到数百元 直到台电发现数据异常报警检举 警方陆续逮捕黄信主贤及不效水电工等亲民嫌犯 并查扣改造电表、挖矿机、切电用电缆等张证物 刑事警察局的电信侦查大队在111年7月中旬 借货台电公司举报 在台北、新北地区有多个地址之电表 有流量异常的情势 案件恰请台电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 并实地的派远前往勘验 发现有数十个地点之电表内部结构遭到破坏 导致电表计量失准 涉嫌确定的事确证相当的明确 那案由我们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 报请台湾市领地方检察署来指挥侦办 案件专案小组 历经数月的一个追查 发现本案是由防险为首 由犯罪集团成员寻找有架设虚拟货币挖矿机房 或是电信设备需求之业者 针对业者所要求是地区乘出适合的房屋供给架设相关的设备 那确定集团雇用了不效的血电供破坏台电的公司电表 然后减缓电表的转动 那每一期呢 平均数千到上文元不等的电费 那骤降到那个数百元 那并在屋内设置了独立电表 按度数向乘租的业者来收取电费 从中获取不法的暴力 那专案小组执行了三波的一个搜索行动 陆续在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地区等地 那个查获的改造的电表 有46个挖矿机 有6部缺电的工具等张证物 陆续逮捕黄线组险及不效的水电供等7名犯遣到案 警方表示缺电集团从2019年开始缺电超过284万度 虚缓电费1707万元 且破坏电表结构容易造成线路超载 引发火灾 民众千万不要以身释法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